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娱乐漫谈 在2023年自从在联储局猛利的加息之后 上涨了11次的加息 每一次上涨0.25% 终于把CPI的数字 就是用零售的角度来判断通货膨胀 从超过9%一直压下来 到2023年底的3.1% 这个成绩非常斐然 所以联储局已经决定在去年的11月12月 不要再加息了 这个行动就推动了股市的上涨 所以在长期的债券也掉头向下以后 那这个股票又上涨 因此很多的传说 就是说在2024年 尤其是春天开始 联储局可能会降息 这是一点 待会张力会告诉我们 同时呢 美国经济硬着陆可能已经不会再发生 而是实行一种非常利多的软着陆的情况 同时GMCC最近又有推出零首付 或者是GMCC自己的1万5千块钱的Grant 来帮助第一次买屋的人的要求 同时对于信用分数要求的是非常的不严格 对于贷款的数目字 在某一些county 这个是全国性的 可能都高达100万 其他的呢可能是在70多万 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消息 同时在我们今天另外的节目里面 又回到了香海No.1 自从在上一次推出了2-4人的套餐 颇受欢迎之后 这一次推出的是4-6人的套餐 一共有8个Delicious的上海菜市 那这个价钱呢是108块一份 是非常的价廉物美 现在请收看今天的访谈